今天因為陳時中指揮官現在還在防疫會議當中 尤其是因為我們禮拜四要有新的制度上路 所以行政院現在正在開會 就是希望能夠把所有的事情能夠準備得到最周全 也希望能夠做最好的演練 我們禮拜四 預計是禮拜四 我們開始有新的措施上路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順利的來做轉換 所以今天我們是王必勝執行長一起陪同前往 我知道我們王副市長跟王執行長的工作關係非常的好 而且是有密切的溝通 所以這是防疫上一個很重要的夥伴關係 那我也覺得很高興 那今天來到榮總 榮總 尤其是北榮對我來講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那長久以來 甚至我做總統之前 長久以來 我們 我及我的家人其實都是受到榮總的健康的照顧 所以 但是我今天來是要謝謝榮總的所有的同仁 在這一次的疫情 不是只有今年 我看從這個疫情開始到現在 我們榮總的投入 確實是在整個防疫過程中有關鍵的影響力 那剛才院長也提到了 我們榮總應該是臺灣所有的意願系統裡面量能最大的 那也擔負起最大的任務 那剛剛我聽完簡報一下說其實是非常感動 也就是說我們不但是一個有效率的團隊 而且這個北榮的同仁的投入的精神 事實上我看完以後我確實是非常的感動 那也要在這裡代表全體國人 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辛苦了 我覺得近來大家印象最深的 大概就是我們自由廣產的這個車來速 跟其他的這個篩檢的這個功能 那每一天的篩檢量其實是相當的可觀 那麼才設立五天就篩檢的超過一萬人 其實都是我們同仁辛苦的付出 剛才院長講說六點半就出門 要到九點鐘晚上才收工 可是即便收工的時候看起來精神都還不錯 所以這表示說這是一個有服務熱忱的團隊 那我們北榮的醫護同仁 在第一線不分情慾 耐心的為我們民眾篩檢 照顧民眾的不安 那很多的我們的行政的同仁 也是第一次穿起了全套的 全套式的防護衣到現場支援 那我們還有指揮所內的同仁 每天都抓緊時間把PCR所需要的 採檢幫跟試管重新分裝 讓車來速可以方便的直接使用 那在自由館場上的防疫及門診 一天平均要發出一千四百包這個藥包 那吃藥包是能夠緩解這個症狀的藥包 而且是依照大人小孩不同的需求來處理的 那民眾能夠快速的領藥 那這些都是我們藥師同仁 預作準備親手一包一包的組裝 甚至需要包藥包到深夜 所以大家的通力合作 但是我在這裡還是要謝謝我們的篩檢師 真的是他們就是在幕後日移基業的工作 我們真的要謝謝他們的投入 那我們的篩檢量是提升了 也縮短了民眾篩檢的時程 也更能夠守護民眾的健康 所以再一次說大家辛苦了 在這兩年多來 北傭康喜了很多的重責大人 是臺灣防疫工作上非常重要的支援團隊 我們剛才從簡報裡也聽到 就是說北傭院區裡面的醫護同仁照顧患者之外 去年這個晶圓電子 那可以那麼樣的成功的控制那個疫情 主要的還是我們北傭的團隊進駐 做大規模的採檢 那麼比較近期的 臺北的三大市場的人 我剛才副市長也提到了 那麼以及在今年初提供這個接種疫苗的服務 北傭團隊在各項防疫工作上 都是全力以赴 那剛剛陳院長也說明 我們也更看到 北傭團隊為了防疫工作 提前啟動視訊的門診 全力提升PCR的檢驗量能 那我特別特別感到感謝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很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兒童的照顧的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北傭也在兒童的照顧上 有特別亮人的增加 不但在院內有兒童的專責病房 也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兒童防疫專責及門診的綠色通道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北傭的投入 那這段時間 我們在中央地方合作之下 北北基陶陸續設立了大型的篩檢站 在台北市 我們共同增設了自由廣場 還有台大醫院的體育館 還有松霜機場的篩檢站 這些對緩解民眾的PCR的需求 發揮了相當的效益 所以我要感謝台北市政府團隊 還有我們中央的團隊 大家攜手共同合作 那今天很可惜 不在現場的是我們的柯市長 因為他染疫確診 我已經請我們總統府的李大衛秘書長 問候了柯市長 關心他的健康的狀況 我們希望藉這個機會 祝福柯市長早日恢復健康 就像黃副市長所說的 台北市跟中央的想法是一樣 我們的期待也是 中央跟地方合作 好好照顧人民 如果還有任何需要協助的地方 我相信中央和指揮中心 跟台北市政府都可以積極的來聯繫 解決問題 那面對疫情的變化 挑戰越多 我們所需要的 團結的力量就要越大 那此時時刻我們要團結 一致凝聚各方的力量 克服疫情的挑戰 剛剛副市長有談到幾個問題 這個法傳系統 確實是很多的地方政府都有反應 我們的政委幾乎是日以激烈的投入 那一次又一次的想去讓這個系統能夠更好 能夠更快 能夠減輕大家工作人員的負擔 所以這個事情 我知道新政院的壓力很大 而且他們也是全力的投入 讓這個法傳系統能夠更好用 那快采氧性開藥的問題 這是專業問題了 這個總總是沒辦法做才是的 那我可以理解 就是說很多人有染疫了以後 他心情是非常焦急的 他也希望他能夠拿到藥物 但是我們指揮中心也好 那我們的醫師專家也好 也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這個標準是不是可以在我們的科學範圍之內 或醫學範圍之內 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讓大家心理上的焦慮可以降低 這個我們也請指揮中心去討論 那我們也會請指揮中心跟社會大眾說清楚 不是確診了就一定要用那個藥 那不是我們捨不得花錢 再多的錢我們都願意花 只要是值得的 而且是需要的 只是我們用藥還是要按照我們的醫療的標準來用藥 另外就是紓困的問題 確實行政院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那最近這個經濟部已經開始了 這個參與業者的紓困方案 那我們後續還會看我們這個整個的防疫的預算裡面 還有沒有有足夠的經費可以來支應 那這個防疫的預算其實還蠻緊張的 那不過行政院也在想辦法 看看可不可以從其他地方找出一些預算來支援 該照顧的我們的國人 我相信行政院都會盡其可能的來照顧 那接下來指揮中心會持續的根據疫情的發展 調整各種的防疫的措施 我們也持續的中央政府會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並肩作戰 一起尋求更好更方便的做法 病毒的危害是不分男女老幼 也不會分國界 更不會分黨派 我們唯有攜手合作才能夠度過難關 那很遺憾的就是說 在全球必須團結防疫的時刻 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再次將臺灣排除在外 那麼從我們北榮團隊的防疫的表現 從現場優秀的醫護人員身上 都可以看到臺灣有人才 有技術 有豐富的防疫經驗 絕對有能力為全球的防疫體系做出貢獻 我也要強調WHO的做法 不會動搖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的決心 最後我要再一次的感謝我們北榮團隊 也要特別謝謝我們的護理師朋友 我每次來榮總 照顧我最好的都是護理師 我不是對 即便是我父母住院的時候 我都可以感受到這個護理師 就是對病人的那種親切 那種貼心的照顧 老實講 做病人家屬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感動 護理師 對病人的照顧 對病人家屬來講 那是一輩子都記得的事情 所以我要謝謝我們的護理師朋友們 那在防疫的每個階段 我們所有人都承擔起照護的工作 並且支援各項的防疫任務 那麼我要 最後我要拜託 所有的醫護同仁以及防疫夥伴 讓我們一起繼續加油 為戰勝疫情來努力 謝謝 謝謝大家